推廣曾善美的理念 并将书法艺术融入现代生活 迈入第四届的智圣奖全国书法比赛 以榜书决赛为特色 评审团教授指出 榜书呈现的是精气神 有别于一般书法又占线的特色 榜书的比赛 章法或布局上 要跟一般的书法比赛不太一样 它比较重视在整个气势 好像写扁而 让这整个书法的一种精气神 能够呈现出来 要把那种笔画的精神气势 能够显现出来 所以它比较不拘细节 以近代 大家写大字少 古时候写牌匾的非常多 所以更需要借着我们这个比赛 来振兴这个书法的 这种榜书的风气 台湾制胜文化艺术学会强调 繁体字根流台湾的重要性 在榜书的书写当中 不但能够很豪气的展现你的书艺 也可以抒发心情 更可以在非常紧凑的生活环境当中 是非常适合的 那未来呢 我们还希望朝世界级的比赛迈进 尽管受到山陀儿台湖影响 参赛者的热情丝毫未减 我第二季的时候有来 然后是写小字 然后第一次尝试写榜书 我很荣幸来参加这个资胜奖比赛 自来参加资胜奖就是放松心情去写 不管有没有得奖都很开心 所有进入决赛的选手都获得资胜奖入选奖状 主办方期望透过比赛交流 激励更多人投入书法艺术的学习与传承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